大家突然也对于这个所谓的泰国 对曼谷这地方产生许多好奇 有人说他现在或者说从过往来讲 他就是一直非常重要 东南亚的这些情报交流的一个枢纽 所以我们比较好奇 这是不是代表整个中共 真的也开始肆无忌惮的 光明正大的对于各国的这些 我们说来这是政府部门 还不是只是一个民间单位 开始这个毫无忌讳的开始伸手 这个朋友大概是真的这样子吗 其实这个在泰国 这种的中共的谍报工作 坦白讲行之有年 而且我们可以讲说过去 我们的军情局 包括说我们的大陆工作会 在泰国在缅甸的这些活动 远比中共更厉害 而且这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 那么所以这一次陈明通的这个状况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说因为他这个是在网络上面 po出来的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泰国提出来呢 我觉得也不是 因为泰国如果提出来的话 他很没面子嘛 这个双方的国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居然公诸于天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这个回顾过去的一个很有名的案子 就是陆军总部的通知处的处长 罗贤泽少将 因为涉嫌这个当共谍案被捕 然后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罗贤泽少将他最早是在哪里 失足的最早就在泰国 他在2002年的时候 是派驻在泰国的五官 坦白讲各国的五官 基本上他就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说这个透过各种方式 来收集当地国的军事方面的消息 当然也包括情报在内 这是他的公开的一个任务 各国都一样 那么罗贤泽在2002年派到那边以后 因为泰国说实在也是个花花世界 这个观光业很发达 然后这各种的设行行业也非常的发达 那么这个降在外军力有所不受 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可以完全地监控我们在外面的 这些这个工作人员 那么他在2004年 他就遇到一个持澳洲护照 他就遇到九头身 说实在跟现在显南投县长的那一位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那个长相跟那个身材都很像 他叫李佩奇 这个这位李佩奇呢 他就开始跟罗贤泽开始接触 后来交往 发展成了这个情侣关系 但是李佩奇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中共的国安部 对台科里面的一个成员 他那个时候大概只有30岁吧 现在这个他还在那里面 大概早都已经是处长级了 确实的位置接不下来 那么他就开始跟罗贤泽交往以后 就慢慢地吸收了他 吸收了他 那时候中共驻泰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叫做林毅顺 林毅顺表面上他是这个外交部的一等秘书 驻泰国的一等秘书 实际上他是中共国安部的少将 等于是在泰国的所有中共的 这个情报单位都归他来指挥 这个林毅顺就拿这个李佩奇的这个 开始要挟罗贤泽 然后要他配合 这个案子最后罗贤泽是怎么样子 被发现的呢 不是我们发现的 是美国发现的 2008年罗贤泽到夏威夷去开会 结果就被美国CIA的人员 请去某饭店喝咖啡 听说他这个咖啡非常苦涩 这个让他这个痛不欲生 然后也写下了自白书 各种的录影 交代说他跟这个林毅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还有他所泄露的有哪些 那是不是他主要泄露的 我们跟美国进行中的博胜案 博胜案就是一个有关网路方面的一个 一个防止网路渗透 还有网路作战的这样一个设备 另外就是他当时在泰国作为一个五官 所持有的这个保密器 所谓的保密器就是 譬如像有一些电报搜寻 透过那个保密器它就变成乱码 然后这个乱码在经过这个还原以后 就能够达到保密的效果 这个保密器的型号叫安平6号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派驻海外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使用的 那他把他 他说他遗失了 实际上他是交给了这个林毅顺 那你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敌方的话 换言之就是说让敌方以后就可以解密 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案例 而这个案例谁发现的 美国发现的 最后美国把他所有包括在夏威夷 供述的一些的内容提供给我们 然后我们才根据这些资料 把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如果不是他最后坦白从宽的话 可能就判死刑 因为他的伤害非常的大 当然我觉得说 诚如刚才宋教授所说的 真的按照中共的国安法 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中国人都有那个义务 要配合情报工作 尤其是他的党员 中共党员将近1亿人了 八九千万人 党员更是义务的这个特工 那么他所有驻外的人员 不管他是做什么的 哪怕是商务人员 也都负有情报收集的这样的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不要看说好像没事 他的这个什么文化表演啊 或者什么文化活动抱歉 他里面就一定有 我可以说一定有 他国安部所派遣的人员 所以这些的可以 美国等于是他 他美国说他们现在每个小时 就在处理一个案子 已经有好多案子来过去处理了 所以这种的现象就是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遇的敌人是什么样子 特别是最近美国拜登总统明着挑着讲 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的话 美国会派兵 美国会介入 这就使得说未来中国对台工作 那种民枪这个实际来的这种武统的 这种作为可能性会降低 但是他绝不代表说他对台湾的野心就降低了 而他改换方式 改换什么方式 现在摆在面前的就是 就是各种方式的对台湾的情报的渗透 从网络 从这个各方面 特别是我们高科技的那种情报的收集 还有来台湾招这些人才等等的 都算是他们对台湾的渗透的工作 还有更重要的是 石板明夫先生曾经讲过 台湾这个所有重要的选举 中共都不曾缺席过 尤其最近这10年来 所以像最近的几个重要的选举 比如像说台北市长 五都的市长等等的 这些选举 坦白讲我们不要以为说 就这么单纯 就这么几个人 天天在那边这个凑来凑去的 讲来讲去的 No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是叫做习近平宝宝 换一支就是说中国所要培养的 所要扶植的 因为如果你当了台北市长以后 台湾解研以后四个台北市长 里面有三个都当总统 所以台北市长是迈向总统府的 一个主要的旅程 在这种状况之下 中共绝对不会松手 他一定要培养 然后再栽培他将来最好能成为 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那么这样的话将来他只要再做点手脚 那可能就会促成两岸之间 所谓的和平协定 签和平协定 我们再回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退降 一点风骨都没有 没事配合大陆的这个 这种统战的言论 甚至于讲得比他们还更 把中共这个推个不得了 好像多强多强多伟大 这些人都是马英九时代的一些的 我们的军容干部 马英九时代说要 这个两岸要一家亲嘛 要和平嘛 国军跟共军要尽量建立互信机制 结果这互信机制的结果怎么样 就使得说敌我的界限模糊掉了 所以从那以后 有很多国军现役的将领 有一些什么港商到台湾来 毫不避讳的跟他们接触 难道你们有一点这警觉心说 他们可能是什么背景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从那以后 这一批还好这批都差不多退伍了 年龄都跟我差不多 甚至比我还大 那么我都已经70岁了 所以还好 还好我老得快 他们老得比我更快 这个不然的话这对我们伤害多大 幸亏马英九任满下台了 后来换上来的 开始跟大陆不亲了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要划清这个敌我界限 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天天在叫 要消灭中华民国嘛 要武统台湾 台湾武统了以后还要教育营 来帮我们洗脑 这样的一个对手 说实在你怎么可能跟他一家亲呢 你怎么可能说没有一点敌我的这种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台湾 所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这个课题就像刚才宋教授说的 不只对台湾 他在美国日本乃至于澳洲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要跟国际的 所有的这些情报单位 大家一起来防堵中共的这种渗透 很好的就是说最近传出来 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 和我们的军情局开始 要建立一个更紧密的 更公开的合作关系 我相信这个对于 不管我们跟五眼联盟之间也好 或者跟整个印太架构也好 都有很大的帮助 唯有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台湾的安全 才能够从军事安全更进一步 到这个整个国家的情报安全 各方面的包括政治安全在内